汇丰宣布委任廖儿健和罗沙 做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 接替退休的黄东盛 汇丰控股落实亚太区行政总裁黄东盛接班人 委任亚太区环球银行业务主管廖儿健 和汇丰印度行政总裁罗沙 为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即日起生效 他们将共同管理亚太区业务 以及共同主理区内市场 两人将常驻香港直接向集团行政总裁 奇耀年汇报 廖儿健和罗沙说 集团将会继续投放大量资源 在潜力庞大的亚洲市场扩展业务 同时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奇耀年说 集团未来五年会投资60亿美元 加强亚洲布局 两位联直行政总裁将会扮演重要领导角色 至于黄东盛就获委认为 上海汇丰银行非执行主席 接替退任汇控非执行董事的史未伦 黄东盛在致员工内部信件中提到 11年前接掌亚太区行政总裁的时候 正值全球从金融危机开始复甦 虽然过去经营环境有不同挑战 但集团仍然能够蓬勃发展 相信以客为本和团队合作 是两大成功要素 他又说亚太区是汇丰过去和未来的重心 随着多名高层转租亚洲 区内市场会有更充足资金和资源 无线电视记者梁泳仪报道 创立任汇丰过剧场 未经营有病毒 还有解像 两两两两三